Hello,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阴阳师入版体验服7月4日部分的更新内容 阴阳师犬夜叉联动开启 究竟这一次的获取方式又是什么呢? 限定召唤,维护之后到7月15日 12天的时间,抽卡有机会获得指定的联动SSR碎片 集其50个后可合成犬夜叉或杀生丸 玩家们可在召唤前自由选择获得犬夜叉或杀生丸碎片 活动期间人可随时切换想要获得的碎片类型 温馨提示,犬夜叉活动总共有三坛 两位四神只能通过碎片合成,无法抽卡直接获得 等级40或以上的玩家可在阴阳辽中祈愿或捐赠碎片 而召唤活动则是开放给15级或以上的阴阳师们 最后,犬夜叉和杀生丸不记录四神图件 SSR全集赏福利来袭 游戏维护前,达成SSR全集赏的玩家在犬夜叉联动活动期间登录 可额外获得犬夜叉与杀生丸碎片各5个 全集赏以图检中点亮的SSR四神为准 两面佛除外,同时也不包括联动的奴粮、卖药狼以及鬼灯 全夜叉妖器副本开启 更新之后到7月10日 通关探索副本即有概率发现联动副本 每日最多可获得全夜叉和杀生丸碎片各一个 本次妖器副本的被发现概率和碎片获得概率 均略为进行了提升 全夜叉和杀生丸碎片为独立掉落 在获取概率上互不干扰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想追踪最新的直播和影片也欢迎订阅频道按下铃铛 看过了刚才的资讯 大家觉得这次的获取方式如何呢? 我想亚洲服的热服也是相同的方法吧 只是抽卡时只能选择其中一位SSR 所以到底要准备多少抽才能集齐这两位大人物呢?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阴阳师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